另外同样来看嘉一世 这名妇人呢 她先后跟两任丈夫 还有同居男友 生下了五个孩子 那男友的打零工为生 收入并不稳定 两人这一天呢 为了钱吵架 而妇人在酒后要冲动寻短 她的十岁儿子 立刻激紧报警 当原警破门而入的这一刹那呢 里面的孩子吓得嚎啕大哭 原警把这两名 才四个月大的双胞胎女婴 带回警局照顾 而屋子里剩下这个十岁的男童 她要照顾妹妹 又要照顾妈妈 董事的程度让警方也感到心疼 小女孩看见破门而入的圆境 吓得嚎啕大哭 坐在客厅的小男孩 抱着怀里的妹妹正在喂奶 妈妈躺在床上一身酒气 扬言要寻短 妈妈要带你去自杀吗 没有 躺在床上的女子是五个孩子的妈 她前后和两任丈夫跟同居男友 生了五个小孩 全家就靠同居男友打零工为生 两人久后起了口角 听见妈妈要寻短十岁小儿子下的报警 一边照顾妹妹还要看住妈妈 她在喂食的同时还脚还踢着婴儿床 也在照顾着另外一位双胞胎的 在睡觉的女婴 那在她的身边还有一位 一岁多的一个她的三妹 也在旁边她一同在照顾 最后圆景将两个刚出现不到三个月的 双胞胎姐妹先带回警局照顾 姐妹两岁的香甜 还不知道警察叔叔为了照顾他们 整夜都没有睡 稍微同人来临时充当保姆 除了安抚婴儿睡觉 然后也开始当起了奶爸 泡牛奶 几个大男人充当起临时保姆 在警局抱着小女婴来回舵部 圆景最后通报社会局将五名幼童先行安置 报案男同的早熟让圆景十分心疼 终于新闻 侯国文 黄佩如嘉宜报道 小女婴儿